星辰农场 日本的草哥兄弟那里的 一个叫启风了 这个人竟然是完全用 没有任何配合 用别人的投资 完全没有投资的 他咋在星辰过的农场的官 我都不知道 申请了两次五万个币 十万个币好像是 在他自己已经脱手 已经卖了大概 一部分 一百多万美金吧 四万多个币 提现一百多万美金提走了 既没有配合 也没有投资 没有投资下骗的配合 四万六千的币卖掉 这是被我们三将客 非非如水 和正义小三二查出来的 钱给提走了 然后草哥小哥找他的时候 他竟然不出面 现在我们要找习联储 要把钱给追回来 这是战友的钱 他不能这么做 习联储经过核实 现在发现视频的问题 还有取信的问题 他都触犯了法律 肯定会抓他 我们现在有假选择 我们交给大陆警察 让共产党收拾他 这个启风了 我们让共产党灭他 他所有的信息 我们在核实当中 只要他在大陆 咱百分之百警察逮住 他账上还有四五万币呢 中共警察同志们 你们都在听着呢 这个启风了 他还有四五万个币呢 在他控制之中 你们要把他给抓了 那你们这四五万币 就你们弄走了 还有几十万美金呢 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 这个启风了图材还明 完全没有配额 没有投资 拿假票据 就在星辰过关 骗走十万币 卖掉四万六千币 提走一百万美元 这个要反过来证明了 喜联储是可以提现的吧 还可以骗一遍 多疯狂 如果这个启风了 他喜联储要找不出这个犯罪的话 我们就告起来 最后这个事 星辰的事 星辰要拿钱的 这个钱找不回来 星辰讨个小哥付钱 都这么简单